不一定要貴,但一定要適合 Lanson的爸爸曾經在當年富豪飯堂 擔任總廚的黎宇森 之前一直替爸爸打理餐廳 今年終於到他自己開私房菜 賣的是精細粵菜 其中花最長時間去研究的 就是慢煮乳鴿 現在廚師用58度慢煮 3小時後不要那些醬汁 我們自己上湯再煮另一個醬汁給客人吃 慢煮過的乳鴿肉雖然帶粉紅 但其實已經煮熟,肉質軟滑不粉 另一個精涼版的粵菜是鮑魚燜雞 上桌前我會噴茅台上面 這個作用純粹是香味 茅台喝口會很搶 但香味是很獨特的 鋼包選用南菲,而不是日本吉品 南菲的吉品 比它刺一級少少 肉質沒那麼滑溜 但它依然擁有鮑魚的糖心和味道 殘廳裡面也可以喝到Lanson爸爸 當年為鄧紹堅設計的爵士湯 當時我爸爸是客人 當我爸爸在東吳甘角做廚師的時候 我爸爸就拿蝦蜜瓜陳皮 專門煮的湯給你 店裡出現的湯就加了花膠去煮 煮到它溶了 令湯的口感更好和滑 把所有的醬汁都放進去 其實都沒有意思 我們覺得就是選擇最適合食的材料 去烹調這個食物 鹽、糖、調味都是細心挑選 一個看起來不起眼的白粥都花了不小心思 我是一個順德人 我們對煮粥和我們都很考究 傳統的方法 我們會用皮蛋和米混合 等到皮蛋的鹼性令米鬆化 我們用鯪魚煎了 煮水 用鯪魚的水來煮粥 所以我們最後就加些豆漿 令它更加白色和滑溜很多 令表面炸到香脆的千絲牛腩 包著牛腩的原來不是傳統的春捲皮 而是Lanson在埃及見過的一種甜品材料 原來他們有一個做甜品的物料 Cornava 這個物料原來炸完之後很鬆化 在我角度 粵菜每一個味道是不應該只有三至五種味道 每一樣的味道要有輪郭分明 Lanson在墨爾本工作過 澳式聖州炒蟹成為了他的靈感 用了都是糖醋、茄汁 加了一些XO醬 因為XO醬裡面有雲腿、蝦米、尿柱 令它提鮮 最後加點紫甸椒 加辣味 然後加些蛋 讓它變得濃稠 讓它變得濃稠 可以鹽到食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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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